作为警察,执法犯法,故意杀人,本应最佳一等,但法院最后的宣判,却让人们大失所望,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缘由,吉小虎是云南某地公安局的一名二级警督,平时的工作很忙,有时还要职业班,2009年的一天,轮到吉小虎值班,但晚上他破天荒地不在单位, 因为这一天,是吉小虎朋友乔迁新居的日子,大家伙约着一起去吃饭,吉小虎平时很大方,朋友乔迁这样的大事,他肯定是要去的,同时他还包了一个大红包,而在去朋友家的路上,他又顺路接了其他几位朋友,因为当晚太过高兴,大家都喝了很多的酒,吉小虎也是一样,换作从前, 吉小虎可不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,但今天的日子太重要,吉小虎决定和大家不醉不归,等到喝完酒的时候,吉小虎其实已经醉了, 意识也不是那么清醒了,小虎你喝醉了,我们就不坐你车回家了,我们自己叫的车,你晚上也不要开车回家了, 跟我们一起走吧,你们先回去吧,我不开车,我要在小区里面再转一会,行行酒别担心我,吉小虎表示,要在小区里散散步,朋友们心想,吉小虎可能真的喝多了,想要散散步, 而且吉小虎住的地方并不远,所以大家很放心地走了,半小时之后,吉小虎觉得自己好像清醒了一些,于是开车走了,但作为一名警察,应该有醉酒不驾驶的觉悟,正因为他开车,所以才引发了后面的事故, 原本吉小虎都快要走出小区了,但一想到自己有东西落在了朋友家,所以又倒车回去了,可能是酒精上头,吉小虎开车的速度很快,离朋友家只有几十米的距离,只要他小心一些, 就能顺顺利利,可吉小虎在倒车的过程中,不小心碰到了一辆私家车,被撞的车主名叫王海燕,这天,王海燕和丈夫约好了一起去看电影, 她特地开着丈夫的车去外面做了指甲,这次回来,正是要接丈夫一起去看电影的,明明自己走得好好的,却被对面的车撞了一下,不管是谁都会生气, 王海燕从车上走了下来,你这人有毛病吧,小区里的灯这么亮,你看不见吗,吉小虎意识到自己撞了别人,也在不停地道歉, 对不起对不起,实在不好意思,我今天在朋友家吃饭,因为太高兴了,倒车的时候没有注意,真是不好意思,我看你这车好像伤得挺严重的,这样把我赔你一千块钱,省得你走保险了, 原本,王海燕还要继续和吉小虎争吵,但看到对方脾气不错,又是真诚的道歉,便不打算再揪着这件事情不放了这时, 小欧保安也发现小区里面出了车祸,两位业主没事吧,没事我们都已经解决了,谢谢关心,这样吧,那麻烦你们把车挪一下吧, 停在这里,也不方便别人进出,王海燕听到保安这么说,立马进驾驶室,想要把车开走,但不懂车子出了什么状况,好像打不了火, 这一下可把他急坏了,王海燕连忙打了个电话给丈夫,老公,我在小区里,我出车祸了,车子不好发动,你赶紧来开一下, 王海燕的妻子潘国伟接到这通电话,急得不得了,他生怕妻子出事,没意外二话不说,直接从家里冲了出来, 潘国伟的这辆车是前段时间刚提的爱车,被撞得面目全非,他生气急了,看到金小虎, 他气势汹汹地冲上去,揪着他的衣领,骂道你是不是有毛病, 我老婆开车开得好好的,你倒车怎么还能撞上我们的车,真是对不起, 我今天来朋友家吃饭,因为太开心了,倒车的时候没注意,我已经跟你妻子谈好了, 看到丈夫这么冲动,王海燕急忙上去劝架,一旁的保安看到了,也上去拉架, 可惜小虎和潘国伟都在气头上,谁也不愿意先退一步,我看你长得真猥琐, 你是不是看上了我老婆,故意撞我们的车,制造机会和他搭讪,你说什么呢,你有毛病吧,争吵见, 潘国伟闻到了吉小虎嘴巴里的酒味,他意识到吉小虎是醉酒驾驶,好啊,怪不得倒过车, 还能撞到我们的车,你想拿一千块钱就摆平这件事,没门,我要报警,让警察把你抓起来,吊销你的驾驶执照, 潘国伟继续大喊,他想吸引人群的注意,而吉小虎也不是省油的灯, 被潘国伟这一脚吉小虎立马冲到他面前,打了他一拳,潘国伟也没有罢休,朝着吉小虎的脸拼命打了下去, 吉小虎虽然是警察,但个头不高,体重也只有一百多斤,而潘国伟人高马大的,被他揍了这几拳, 吉小虎直接倒在了地上,吉小虎原本以为给了一千块钱,这事情就可以结束了, 可没想到遇到潘国伟这个刺头,一旦自己酒驾的事情被大家知道了,后果难以设想,正当冥想之际,火气太大的潘国伟又冲了过来, 接二连三地踹向吉小虎,也正是这最后一脚,激怒了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吉中春, 冲动之下,吉小虎掏出了随身佩戴的六四式手枪,报警你知道我是谁吗?你就报警, 看到吉小虎掏出枪,潘国伟瞬间清醒了,他没想到眼前这个弱不禁风的男子, 竟然是携带配枪的警察,他想要逃,可喝醉了的吉小虎并没有给他机会, 对着吉小虎连开三枪,子弹的速度比他奔跑的速度要快, 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,潘国伟身中三枪,且枪枪抱头, 潘国伟重重地倒在了地上,再也没有醒过来, 看到丈夫当场死亡,再看到吉小虎手里的枪,王海燕意识到, 吉小虎的身份不简单,他连忙拨打电话,喊家属过来, 同时又报了警,因为枪声太响,周围居民没有一个敢吭声, 害怕吉小虎下一个打的是自己,根本不赶上前帮王海燕, 同时,大家也在猜测吉小伟的身份,他究竟是谁, 咱们可以随便携带手枪,看着丈夫的尸体,王海燕大哭起来, 早知道我就不喊你过来开车了,如果你不来,也不会被打死, 听到王海燕的哭声,吉小伟的酒终于醒了, 他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事,看到躺在血泊中的潘国伟, 他的内心是震惊而又后悔的, 原本可以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,只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, 却没想到成了生死,悲剧过了没多久, 警察便赶到了小区现场,看到被打死的潘国伟, 一旁还站着吉小虎,警察也很意外, 小虎,你怎么在这里,吉小虎, 平时在警队的声誉还是不错的, 因此,大家认为这场事故可能是误会, 诱惑着吉小虎在这里是另有原因的, 可没想到看到同事的那一刻, 吉小虎立马承认了自己的罪行, 是我杀了他,我醉酒驾驶, 但我已经跟家属谈妥了,赔一千元, 没想到这个男人不依不饶, 我冲动之下用手枪射杀了他, 这时潘国伟的母亲赶到了现场, 看着儿子被打得头破血流, 又听到吉小虎刚才跟警察说的话, 潘母哭得气不成声, 你是警察,你应该是保护老百姓的, 怎么能把枪头对准百姓呢, 上天啊,你真不宫廷, 我一定要为我家国伟讨回公道, 看着潘母嚎啕大哭, 警察也很不忍心, 阿姨,您醒起来, 法律是公正的, 一定会给您一个公道, 你这样哭哭啼啼的也解决不了问题, 最终吉小虎和潘国伟家属一同被带回了警局, 在警察的检测下, 吉小虎体内的酒精含量确实超标, 证明它是酒驾, 作为一名人民公仆, 吉小虎应该知道国家的法律法规, 应该知道喝酒是不可以开车的, 而他不仅违反了这条规定, 同时还用工具杀死了普通百姓, 这起警察杀人案件, 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, 开庭当天, 法院外面来了很多民众以及记者, 而在法庭里, 双方也在展开着激烈的争辩, 吉小虎的辩护律师提出, 吉小虎并不是有意为之, 一开始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, 就已经说好要赔偿王海燕一千元, 如果不是潘国伟不停地挑衅, 也不会有后面的事情发生, 而且, 潘国伟有挑衅他人的前客, 此前也因为和别人吵架斗殴, 在警局有了记录, 可见, 如果不是潘国伟态度太恶劣, 挑衅吉小虎,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, 这一切都是你们的狡辩, 难道说杀人就是应该的吗? 吉小虎可以采用其他的方式, 去阻止这场事件的发生, 比如报警或者喊来他人求助, 而不是用手里的枪支去杀害被害人, 他的行为实在太残忍了, 而且他本身是一名警察, 属于执法犯法, 应该立即判处死刑, 过了一个月之后, 法院的判决结果出来了, 金小虎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, 而吉小虎家属提起上诉, 最后本案又进行了二审, 在二审中, 法官认为吉小虎的行为的确非常严重, 但案件的发生, 也不是吉小虎一个人的错, 潘国伟也要为自己挑衅对方, 而付出代价, 在警察来到事发现场的时候, 吉小虎第一时间承认了错误, 没有拒捕, 也没有掩盖犯罪事实, 坦白从宽, 这样的行为完全可以被认定为自首, 所以对吉小虎应该从轻处理, 二审最终给出了这样一个裁决, 吉小虎犯故意杀人罪, 还是判处死刑, 但要缓期两年, 二审结果在当地引起轰动, 潘国伟的家人无法接受, 他们觉得, 吉小虎杀人就应该一命长一命, 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裁决, 而不是从轻处理, 其实站在法律的角度来看, 法官在此次案件中, 需要考虑的方方面面有很多, 所以才会给出这样的裁决, 鉴于公安局对下属警员的枪支使用, 管理存在失职漏洞, 后来吉小虎的单位, 以单位名义提出, 要赔偿潘国伟家人55万的现金, 这起轰动一事的案件, 虽然最终平息了, 但其实从中也反映出了很多的问题, 原本这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案件, 可问题出在吉小虎是酒醉驾驶, 这也让潘国伟抓住了他的把柄, 二人才有了后续的争执, 如果潘国伟和吉小虎都能冷静一些, 事件也不至于会演变得这么厉害, 甚至潘国伟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, 身为警察, 第一时间不考虑用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, 是吉中虎最大的失败, 作为警察, 不能做出执法犯法的事, 平时要慎用枪械, 警察是人民的公仆, 应该服从国家的法律法规, 要保护百姓安全, 而不是随意威胁百姓, 只有这样才可以赢得百姓, 赢得社会的尊重以及信任, 警察平时也要严格要求自己, 明知不可为的是, 千万不能为, 如果不是吉小虎自己酒驾, 后续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, 而作为普通百姓, 也要随时提高自己的法治观念, 特别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, 千万不要太冲动, 俗话说, 冲动是魔鬼, 任何时候都应保持理智的头脑, 遇到了问题, 可以寻求法律的帮助, 而不是大打出手, 这样只会让事态变得更加严重, 非常感谢您观看今天的故事, 如果您对历史事件, 犯罪案件, 神秘事件, 以及法律案例感兴趣, 记得订阅案卷档案频道, 以获取更多精彩的内容,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 请点赞并与您的朋友们分享,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想法和建议。 感谢您的支持。